翻冰冰曾与中国男星里程有过一段恋情 南方于2017年成功求婚 不料翻冰冰却在隔年被爆出逃入睡风波 引发社会关注 在舆论的压力下 双方于2019年宣布分手 正式结束四年的感情 翻冰冰在去年被传出与金融公司副总裁交往 虽然被爆出双方已经在谈婚论嫁 然而婚事却遭到范冰冰父母反对 认为她的条件不缺更好的追求者 希望她称重考虑 今年范冰冰在第34届新加坡或国际电影节 或办影台结出演员奖 她登上当地电台节目设访时 总结自己在2023年 应该是她在停下来休息的这几年里 最忙碌的一年 并形容今年很完美 至于明年的展望或计划 范冰冰开玩笑称希望交个男友 所有补充表示 要努力交个男友 同时也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 目前她有在接触新的剧本 可能会跟法国合作 并谈认学习外国语言 对她这个年龄来说 是最大的挑战